欢迎回来 袁广明是台湾录像艺术的先锋 他的最新作品《占领五六一小时》 以类似纪录片的方式 拍下太阳花学运中 学生撤出立法院之前的时刻 但是他刻意放慢镜头 去掉人影 还搭配上刻意慢版的国歌 立法院意外呈现出一种庄严感 还有动力装置预言 他在看似温馨的晚餐桌上 暗藏了一个不安的危机 铺上白色桌巾搭配白色碗盘 高脚杯 烛光摇曳看似温馨浪漫的晚餐 其实暗藏玄机 随时会震动 这张桌子 它其实背后一些 想表达的一些东西 是比较复合的 是比较多面性的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种 有拍桌的那种 我反对 或是我不认同这种感觉 或者说某一种 自然灾害的这种想象 然后再来就我刚刚提到的 一种失事处在一种震惊的 一种状态当中 这是录像艺术家 袁广明的动力装置 预言 紧扣各展主题 不舒适的明日 描绘日常风景 其实暗藏不安 走进展览空间 坐下欣赏影像 影片中绿色沙发 木桌椅 书架 夕阳斜照 营造午后的客厅 正在几分钟后 一切幻灭 那当我们看录像装置的时候 我们身体进到这个空间的时候 事实上就进入作品里面了 那比如说我们观看一个爆破画面 但是我却给了观众一个非常舒适的沙发 所以它在观看上会有一个 以及旁边的台灯 以及地毯等等 所以在观看上就会有比较多层次的一个 观看的感知经验 袁广明在2002年城市诗格系列作品当中 将繁忙的台北西门丁 后置处理变成没有人和车 呈现如幻似真的城市景色 今年创作的占领第五六一小时 空拍太阳花学运 学生撤出立法院前的重要时刻 最后再将人物抹除 留下堆满摄影机布满标语的讲台 袁广明还为影片搭配慢版国歌 其实我是在无意间发现 就是当我把国歌放慢一半的时候 好像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国歌这样子 那它有点像圣乐 那立法院顿时因为国歌放慢一半 这样的圣乐配进去的时候 立法院就好像教堂的感觉 它充满了某一种崇高性 但是又充满某一种牺牲 袁广明各展部舒适的明日 让你亲身经历体验影像与空间的完美互动 感谢观看